學校的模擬考監督不盡然合理 學校的模擬考監督不盡然合理 可是它這個參考指標 合理來說我們現在應該要主席大概至少七成左右 學校模擬考歷史真的定得太趕 應該是至少是法院中 那可以看這個部分一看 相信那部分的進度也不是很好 來 果實出現有沒有問題 你把來六十九葉這個地方 好 所以 包子體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 一輩子植物來說 包子體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 我們就看到它準備開花 對不對 所以花這個出現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 它是一個我們講定義嘛 它是生殖器官 繁殖器官 對不對 所以它當然是為了應付生殖繁殖的需求而存在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在被子植物來講 它代表的是連結包子體 準備產生配子體 然後產生配子 然後預備完成壽菌 所以壽紋這個動作 一百六十九葉中間這個有一個圖 當瓷尾成熟 雄尾成熟釋出花粉的時候 那花粉力如果能夠順利的黏附在瓷尾的柱頭上 如果你去摸很多那個植物的瓷尾柱頭 其實它會有點黏黏的 那如果它不是柱頭那邊比較黏 那很有可能是花粉那邊比較黏 有沒有 如果你有收過那個白盒的那個困擾 那個白盒的那個花粉有沒有 它那個色素還會溶出 因為是齒溶性的 那如果你就不小心沾到白色衣服這下就 如果一天之後你才發現 然後開始洗 應該就要花一點光顧 那沒有 沒有 小學校買一點材料給你們記驗一下 那個有時候你光熟摸到那個白盒都會 然後一死不慘沒有馬上洗手 不久之後你的皮膚就黃黃了 這都沒有經驗的 好 好 所以 花粉力成熟之後 最辛苦的 不確定性最高的一段 當然就是它到底有沒有機會落在瓷尾的柱頭上 那花粉的門發 花粉的門發你把它想想成有一點像是那個種子的門發 所以當花粉力掉在自圍的柱頭上 我們發出花粉管 花粉管可以一條或數條 對不對 應該說我可以同時附著很多顆花粉力 同時長出很多花粉管 但終究誰會成功 只有那個花粉管順利 那個管子引導到碗附近的那個 通常才是有機會受精的 好 好 那所以接下來完成受精之後 你看這整個步驟裡面呢 當然外來的變化是因為花粉力的附著 花粉管的長珠對不對 然後內部的變化裡面就是 配珠裡面一開始的大包子母細胞產生大包子 大包子在產生磁配子體 磁配子體加註一下還有另外一個稱呼叫配男 如果你有看到配男這個稱呼的話 就是在形容配珠裡面磁配子體的部分 不含豬配喔 配男就是那個七個細胞 七個細胞八個頭子 很特別一種組合 好 那就稱為叫配男 好 然後所以呢 配男形成的過程當中 碗就預備好了 如果花粉管能夠順利引導到這個地方來 精細胞之一可以去跟卵結合的精細胞 另外一個會去跟中央細胞結合在一起 先提示 如果 如果它是背激食物的話 才會有雙重受精 那所以如果沒有雙重受精呢 脖子植物其實也常常看到黑 脖子植物跟配子植物都有可能用到胚乳這個塑造 那配子植物的胚乳就是3N 那脖子植物的胚乳因為沒有精細胸脂受精 所以它是呢 這樣 這使得脖子植物在遺傳的分析上 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因為這個如果是N 可以想像嗎 你想像不成現在有一條藍色體 對不對 以前我們講過 這位藍色體如果是大A小A 請問你看到什麼樣的遺傳性狀 那孟德爾的遺傳特性的話 你只看到大A對不對 那你看到顯性性狀 你還不太肯定看到的是大A大A 還是大A小A的組長 因為它的性狀就是大A對不對 當脖子植物看到的胚乳是N的時候 你可以很確定一件事情 看到顯性就一定是大A 看到隱性就是小A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材料 所以如果順利完成壽青的話 壽青軟發育成為胚 所以記得子葉 這是你們最容易忽略的事情 子葉跟幼小包子體是同步發展出來的 好 所以現在的問題 現在把你們活動的部分的東西 先拿回來連結一下 既然胚豬後來發育成為種子 果實後面再談談171頁 所以一些我們比較熟悉的種子的構造 比如說豆科食物就很方便 對 你看那個花生綠豆紅豆不是都有一個肚脊 它真的正在那種脊 肚脊 種脊 你脊我不會寫 種脊 好 會唸負會唸好 然後所以那個花生炒一炒 殘豆炒一炒 就是會有點剝開外面剝開對不對 那其實那個就是 種皮 然後 稍微肚脊這個地方 不是會有一個偏長條狀的構造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 右小包子體 好 我要關兩個 其中一頭叫做 黑牙 然後另外一頭 另外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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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進肚脊的地方 叫做 黑 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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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段時間停止 再三段時間 這個白雞 馬上がる 新商品 因為 它那屍質的重量性不是那麼高的 這裡 ザ界面以上 KR後來負責講出一般整個質料 就看牙 牙後來可以講出什麼 枝條跟葉子 所以 地上部用這段的細胞去做 地下部用這段的細胞去做 然後 K 跟靠近 度脊也是這個地方 所以你們以前那個國小如果做過的什麼 國中有可能嗎 那個什麼 度脊的中子發芽關柴 有沒有 通常是從度脊這地方 開始冒出白白的 然後打成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在安排上是這個樣子 然後隔壁這個 總知道吧 所以是O 倒進 有沒有 連倒進 那個G 有沒有 不用能真是好 那其實就是子葉 那還有塊塊這個部分 所以這邊子葉也是2N 對不對 可是總體呢 是這個2N 因為總體面經過異傳送 好 那這是雙子葉很好講的 對不對 啊 回歸道 如果要談果實的話呢 就要多畫一個痘夾 好 所以痘夾的部分有沒有 一顆 一顆刮在裡面 所以那個痘夾其實就是 所以你看那個通常木 是吧 然後數學科畫裡面 有一顆兩性假 好像有作假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方便的果實觀察的對象 那問題是這是雙子葉 它單子葉 例子呢 單子葉的好的例子就是玉米地 玉米地會有一點麻煩 但是有些是雙子葉的 因為這個都沒有再說 那些雙子葉的雙子葉 也有很多人 好夢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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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的纸叶在这里 米片 所以在盘纸叶 然后它的胚芽在这边 然后胚根在这边 所以你把一颗玉米粒从那个饼拔起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是它将来发芽的位置 而且看过那种凄产的那种 农菇那个玉米把它成熟了 结果风一来整个倒掉 然后泡水 有没有 那个玉米粒直接在那个玉米碎上发芽了 那倒也会喔 那个其实是就会有很凉的那个 就是已经要采收了 然后才发生这种事情 倒明式啊 所以很怕那个倒明已经熟 已经真的接近起来那个收割的时候 结果那个风一来 然后泡水 那个一定要赶快浮起来 不然它泡水多的 多的平衡在这边直接发芽 好 然后所以现在我提来了 它子叶只剩下这么薄的一小片 然后变成是那个胚芽胚種胚根 也就是幼小包子体 隔壁的平衡墙 会一直吃吗 这样子 怎么样 所以你吃的玉米里面 就是吃到米地最高的地方 根本就是看到 胚乳 单子叶满常出现用胚主来储存养分 双子叶很常用子叶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但功能来说 不算是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的 都是会的储存养分 给谁用 给那个小包子体去需要 可是总体勒 我用相同的颜色这样比较好对比 玉米的总体 在这个地方 可是一颗玉米粒是一颗果实 可以这样分的难接受吗 所以你吃那个玉米粹 然后那个玉米粒 只用一颗一颗 你试试不试试试 有没有 大略一下 有爱有爱有爱的事情 这样 所以他当年 然后 毕竟承认我真的没有真实肉眼看过玉米开花 所以想象一下有没有一个假型 他当年吃一朵瓜 一朵瓜 你知道吗 他曾经 曾经我还没看过那花 因为很不忍心 你知道吗 因为你把它剝开了 那就少了一根玉米 可是玉米只有一种 很少玉米的 你一种 然后 然后 接下来更觉得是 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玉米的外面不是有一个包片 水煮玉米一起下去 一煮后才剝开在那裡 那是宝库的叶子 所以 他现在是很多花长在一个柄上面 所以这整个其实是一个花絮 就当你很多朵花长在同一个柄 那这个柄叫花絮柄 所以不是真正的花柄 花柄在这里 一朵花自己的柄在这个地方 那它是很多朵花 看它同一个柄上面 伏地牙有看过吗 伏地牙在整个柄 还是一个花絮 对啊 然后它上面就是开始 特殊一朵的花 集中管理 这样子 那玉米也是一样 只是它那个柄特别大事这样 然后 重点是 它当初不是这样子吗 就是有那个包片 保护 然后呢 可是它 包片保护它是很难守门 对不对 所以它就把那个所有的花 组 全部都拿出去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吃过这个地方 超好吃的 我跟你讲 你先试一下 就是栩栩 那玉米 玉米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 刚长出来 刚长残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包片外面 就是栩栩的吗 有没有吃过这个地方 没有 有没有 你就 你就剪下来 如果你家里吃 它就没有 你不要找那个 老费它们麻烦 自己家种了才可以 就是 如果你不期待 你看它 很好的玉米的话 或者是在它授粉的第一时间 趕快剪下来 然后去穿坑一下 然后去穿坑一下 就这样直接吃 这样子 所以就会看到 就像有点脆的面条一样 然后 可是因为 这地方太嫩了 所以一般来说 这边也是很多 蟲喜欢吃的部位 所以那个玉米如果 那个蟲害要入侵 或者是从这边 的话 这个 那个阿肥们也是很聪明 就直接 那个喷药 就喷重点 就是喷这里就好 所以应该听过 为什么玉米这段 是农药的精华地带 但喷雾的还算客气 你看 那个还是雾状 然后我们接近气底 你看那个用罐的 撒粉的 所以严格来说 如果不是很肯定 不是很放心的话 其实可能玉米前面那段 就不要了 尤其是煮汤的 你看那个玉米切块 然后加个排骨下去煮 就会多好吃 对 那这样就好 所以 那既然当初是个花絮 上面有很多朵花 所以每一朵花 如果顺利授粉 就长出一颗一颗玉米粒 所以如果有看过这个狗啃的玉米 有没有 就是那个瘦很不安全 就是这边长齐一点 然后中间露了一大块 有没有 然后这边露一块 这边露一块 很不整齐的那种 再一个就是当初 手很不整齐 你看好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花絮 柱头 好 所以下次有看到虚虚的 稍微去看一下 那你不要破坏它 好 所以一个玉米粒 就是一个果实 那果皮在哪里 所以你看到最表面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它的果皮 所以那很麻烦的是 那果皮已经浸贴了种皮了 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 没有这个咸光菇 一颗一颗的玉米粒细细品长 才要帮它去皮 所以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这个咸光菇 所以我们通常是一口咬性 对不对 那你一口咬下去之后 一时没有咬得很整齐 然后有一颗没有咬断 我使用一片那个 那就是这个绵扁的 什么样 绵扁的 白白虎虎 那白白虎虎是隔壁的胚乳 如果你是煮化的话 有没有 因为那个淀粉 煮完之后 它就 乌乌的这样子 淀粉不是跟它做这个酱 不会跟这个酱 所以这个胚乳的地方也是 因为它那个垫粉主化的时候 就这么半半步 你看喔 再讲喔 好 所以 这是单子叶跟双子叶的特性 因为我们现在 豆科食物这个 直化的一半嘛 所以你把它剥开 就很明显两遍子叶 单子叶就是因为它的 六小包是几 就是蛇壁 就是子叶 因为两个是一起同步发展出来的 可是它们子叶呢 也是一片 一个的单子叶 它只剩一个像是房间的隔间的木板 就这样子叶 所以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功能 反倒是隔壁的胚乳就更重要的 这边 就是种子 玉米它的整个是果实啦 就是比较为难一点 可是它很好讲 那既然单子叶很常用到胚乳 所以你吃那个范蜜的时候 然后啊 有没有发现那个米粒 有没有 有时候那个去壳的时候 处理的不好 就不是缺一角 所以它到底缺哪一角 同样颜色来看的话 就是缺 才会有那个所谓培牙蜜 培牙蜜就是刻意 它保留这个部分 它是想办法整颗一起保留的这一种 就是让六小包子体还在 因为如果你吃这个地方 老实说 主要还是变成 那如果你吃植物体的地方的话 那你就派会有其他的成分 那所以这个幼苗 其实很多幼苗的营养价值还不错 像豆芽菜 对不对 木树梁这种 只要你愿意吃的话 就这样 那所以 这个米粒是这样子 所以米粒你到底吃它是哪个部分 所以地方五吃的米 其实也是吃它的 OK 如果你曾经还以为你吃了米 是吃吃叶的话 不是 是吃叶 OK 好 那所以第七一 这个地方谈种子 然后再回来谈果实 果实 果实就有一个复杂的 169页下面 好 假设用豆芽植物 像豌豆的话 豌豆就很明显 那个豆芽怎么看 都可以看的 可以猜得出来 它真的是用叶子折起来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它用一片叶子折起来之后呢 里面会有多颗胚珠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很好讲解 多颗胚珠的现象 那你现在呢 把那个豆芽剥开之后 其实豆芽代表的意义就是 种皮 里面的每一颗蛋 就是种子 所以它是 一个瓷蕊里面呢 听到说 它这个瓷蕊当年 只用了一片叶子做出来 然后 这一个 这片叶子上面呢 它留下了多颗胚珠 也就是说 它留下了很多个包子囊 然后 重点是 你看到它每一个包子囊 事实上 只产生一个包子 对吧 我们刚刚一路走过去嘛 你看 胚珠的株心一开始 一个大包子 母细胞 减速分内产生一个大包子 所以在 瓷蕊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胚珠的异义等同是 胚子囊 可是胚子囊里面 事实上 它只负得产生一个大包子 你知道 大包子囊也发育成瓷蕊子 所以 如果受精的话呢 这些 一颗一颗的胚珠 就发育成一颗一颗的种子 好 这个够简单 应该不难理解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看那个草莓 因为它它那个覆盆子 但是覆盆子我们应该没 好 因为你可能吃过新鮮 然后它应该没很重啊 好 草莓只早有看过 所以草莓的特色是什么 你不要跟我讲酸喔 那个草莓的外 草莓的外观上 你看看 它就是上面有一颗一颗的 底下还是虎肉 所以第一个它的处理方法很特别 它把它推到最表面去了 你看喔 很重的都留在底下 对齁 好 那你如果把草莓做这个方向切 像那个麦太猫的最炸的 就是一颗草莓切开 放两个地方 看起来就会比较豐富 有没有 事实上你把它臭一臭 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看所有的草莓全部拼回来 之后发现真的没及格 那样子 你看看怎么滚 像一个蛋糕乳饭多块 对 然后接下来中间不是有一个饼 那你先看过 喔 看过嘛 好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从那个 发展出很多辐射球的广告 草莓的磁蕊 是用好多片叶子做出来的 你拿豌豆来看 一个豌豆豆夹吃 用了一片叶子 所以你先去想像一下 我现在呢 用好多片叶子折起来 然后呢 再把这些叶子呢 全部都堆在一起 所以草莓的磁蕊这个地方 事实上它同时有很多的心脾 其实在植物学上面 他们比较喜欢用心脾这个词 一片心脾 就是一片叶子 好 所以草莓的磁蕊 是用很多片叶子 然后凑成一堆 好 所以现在呢 当每一个心脾里面的 每一个胚株 都顺利完成手粉之后 你看当年磁蕊的时候呢 那些小叶片就已经挤在一堆了 所以等到它完成手粉 果实是通常会想 向外扩展 就发展出去 对不对 所以连那么多的 那么多片的叶子 挤在一堆 所以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变成一个超拥挤的果实 所以你去看到那个皂切 那个一条一条的果实 就是当初是每一个心脾的叶子 但这还好 它其实是一朵花 只是那一朵花 待会在做的时候 稍微贪心了一点 用好多片叶子才做出滋润 讲个片齁 其实松柳还不是一样 松柳也是用很多片叶子做出来的嘛 对不对 好 然后所以接下来下一个 这个跟玉米的概念很像 我看过凤梨花没 有啊 那莫小没看过喔 那是我们的解作材料 我来到底去采一个有开花的 虽然只开了两朵这样 对吧 有没有没看过 它在里面看过 凤梨花也是一个柄 有没有 很像开出一根一根的花 在花的时期 它每一个突出去的 是不是都还蛮明显的 有没有 好 那现在还是那个问题啊 玉米粒是还好 因为两个花之间的空间还够 所以后来呢 玉米粒还是滴滴皆清楚 可是凤梨不是 凤梨它是一开始的时候 两朵花之间 其实也是紧紧靠在一起 好 所以它也是一个花絮 上面开很多朵花 所以每一颗凤梨 它当年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个花絮 然后后来等到这个凤梨受捆完之后呢 每一个花都要发育出果实 好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那就 表面保留 里面全部大家都组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那个果肉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隔间 表面 对不对 可以看出一格一格的 中间那个 出出来的部分 就是当年的 花柱到柱头那边的残留的痕迹 你看 所以凤梨 整个凤梨是由同一个花絮 利用很多朵花长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 就叫做多花果 可是草莓那种呢 草莓那种不是 那个草莓的一朵花 真的是一个单位 就是真的完整一朵花 它不是花絮 只是说 它那个磁蕊 就用了好多片叶子 才做出整个完整的磁蕊 那差别是这样的 好 所以这是那个集生果 跟那个多花果的 两个很明显的差别 那另外还有一种果实 就是你吃那个 梨子跟吃苹果的时候 有没有 通常果肉吃完 那个盒的部分 吃不吃 但事实上你吃到那个地方 才是它真正的 脂肪以内 拔含出来了 那所以你到底吃的 它是什么果肉 你吃到你不想吃的部分 停止的时候 里面开始涮 那个 色色的 硬硬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 那里面包着纸的那个 那个才是脂肪 含里面的种子 那所以一万 你到底吃到它什么部分 因为当初那个花托是这样子做的 一般的花托就是 比如说平平的 然后磁尾在这个地方 然后胸尾躺出去 然后脚成这样子 然后它就是花托 那它不是 它是把花托整个线下去 然后呢 它整个磁尾呢 就埋到那个 所以 皮子跟苹果的问题是 它这个脂肪的部分 已经陷到花托里面去 然后配注在这个地方 然后拿这个来当参考 配注里面的碗 完成手型之后 它会开始释放一个重要的基础 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叫植物质生长素 这个就是种子跟果实发育的关键的基础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 我今天种子释放的基础 只对脂肪币产生刺激 所以脂肪币就跟种子同时发育 所以就完成果实出现 现在呢 配注完成受菌之后 这些技术呢 不只是往外丢到哪里 脂肪币 脂肪币的外面紧贴 紧贴的花锅 然后花锅呢 又比较厚 因为你脂肪币 是有这么一点点薄薄的 然后花锅呢 又比较厚 所以当两个一起长的时候 比例原则嘛 对不对 那个原本比例就占比较高的 胃生之后呢 就会远远大于那个 比较薄的这个部分 的话你看 你吃到的那个 梨子跟苹果的部分 事实上 你吃到的那些 都是谁贡献呢 都是环果的贡献 吃到最后那个不想吃 大概是这样子 那里面几颗子 那那个就是整整 脂肪和种子的部分 所以这种就是另外一种 特殊的果实的意义 172 好 所以接下来不是自整理 好 所以如果我们要抬一颗果实的话 一个完整的果实呢 应该要包括 果皮 果肉 跟种子 然后呢 果皮又可以分为 外果皮 中果皮跟内果皮 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西瓜 有没有 你就把西瓜 红肉西瓜 你把红肉的部分 全部都把它刮干净之后 那个西瓜皮不是这么厚吗 然后最后那层不是深绿色 尿不下去 切得下去 尿不下去的那个 有没有 那是外果皮 好 然后接下来 那个 比较偏里面白白的地方 就是内果皮 那中间再经历一个中果皮 所以它那种就是有 很扎实的三层果皮 那是叠在一起的 西瓜皮知道齁 那知道内果皮 内果皮 那个白的部分切下来 可以去 那个 清炒茶 所以我们切块 然后去刨一刨 然后加个冰糖 对清炒茶 没有兴趣 你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然后绿色看你想不想要去除 然后那个都在那边念书 然后把它黏在手上 然后这边拖 然后后来从来 反正也是吐在那边看书啊 但是这边吐的时候这边拖 然后他吐这边的时候这边拖 然后他吐这边的时候这边拖 这样子 那个非常好的两年美容的效果 对不对 这边拖一下 而且最多り一片那边有一边 只要一边狀 Lara 一边的皮肤咘咪咪咪咪咪呆 所以都变成癩 都没有用过吗 前提是 嗯最好是不要直接啃 還是刀子刷的比较单纯一点 好了 你知道 иг玛 白去啃还生下来 先刀子削下来生下来 有沾果水跟沒有沾果水 我們不知道效果差別在哪裡 好 所以這種果皮包著果肉 然後裡面埋藏著種子 那種子是要配出發展而來的 好 如果是屬於這種性質的果實 我們就稱為叫正果 因為它整個果實完完全全是由脂肪發展而來的 好 所以像剛剛講的蘋果跟梨子 那種就叫做甲果 或者叫做梨藝果 因為它有用到非脂肪的部位的細胞 然後長出果肉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甲果 所以如果看到蒸果甲果的區別是在這個地方 好 再來像豌豆就非常明顯 根本就沒有果肉 對不對 我們一般把花生的豆頰 綠豆 紅豆豆頰剝開之後 我們也是要它的種子的部分 因為它沒有果肉 然後外面就直接用豆頰 也就是果皮包起來 像這一種果實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甘果 因為它沒有去發展出這個果肉的部分 然後只要是水果 一定是肉果 對不對 因為我們吃的這些水果 基本上主要就是要它的果肉的部分 好 所以那些有果肉的就叫做肉果 沒有果肉的就叫做甘果 然後再去分 那種什麼甘果 聚合果 複合果 或者叫多化果的這種類型 好 所以下面呢 有幾個簡單參考的肉果跟甘果 比如說 你看那個薑果 那一看應該知道是誰的吧 這家族基本上就是番茄介紹 好 然後甘果也很明顯 那種柳丁 橘子 葡萄柚 這些都是屬於甘果類的 瓜果 這個在人類的文明研發一路走來 那跟人類真的是喜喜相關 你看瓜這類的要嘛是水果 要嘛是蔬菜 對吧 而且這可以追溯到很久的歷史之前 所以瓜這一類的植物基本上對我們來說還滿重要的 這些西瓜可能不吃它 好 然後核果咧 這樣可以聯想到這個形狀 至少幾個 水米桃 桃子底子 什麼意思 對不對 通通都屬於核果 這類的 那鯉果 甲果 忍果 通通都是指這個 所以你看那個中間 泡中間這地方不是有一個虛線 然後裡面不知道幾顆種子那個有沒有 那個虛線就是代表脂肪幣 所以脂肪幣以外的部分 其實它用到的就是花果 好 甘果的部分的話 很多人還滿喜歡蒐集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比如說那個甲果 甲果的話 我剛講像那個羊皮甲 然後那個鳳凰墓 你看看 然後在那個 有一個分區 還是交通隊 靠近 縣義會旁邊那個 那個是交通隊還是分區 分區 然後那條箱子進去啊 就是一個小教堂 對 這我講哪一個 那一家 那一家很多 學校學生會去聚餐的那一家 餐廳在哪兒 我都爬過啊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齁 那個小教堂 那個小教堂的旁邊有一棵樹 就那邊有一個小屋子 看起來就是荒廢的 然後那門前有一棵樹 羽狀副葉 那一棵就是你們所俗稱的香絲痘有沒有 就是紅紅一顆一顆的 所以你們如果過的話 給你去檢驗 因為我也是開設 我是不方便停車下來 因為路子還太小小 那一棵其實是香絲痘的 所以是一棵二棵小 紅色小小的地方 好 那它其實是什麼 小屋子 叫香絲痘 其實它最換的比較常用的稱呼 是小屋 紅雀痘 那因為學校附近我應該只有看過那個 台中好像是中明國中 中明國中 中明高中那邊好像有大屋 紅雀痘 比較大一個的人 然後沒有 裡面只能認真去找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 你們可以去檢驗 所以甲果 這個 基本上應該就很多人收集了 你看那個 你們玩過嗎 異光就是150塊 這麼小欸 那幾顆 然後好個小段袋 三個軟木材 有沒有 那個150塊 然後 五兔果的話 那個八卦山有一種果實啦 可是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產季 甲果 現在沒有好的例子 銀果的話 就是稻子 稻子這種果就是水底因果 然後 壽果當中 那個左上角 這個應該像那個 蜜蜂茵這種的 用環果 頭撞花絮的 很容易產生這種 因為它是空力飄送的 右下角這個地方 孔裂果的話 是有一個很 很...你一定清果 你可以下次留意一下它的果實 就是陰素花 陰素花就是孔裂果 因為我們它不能種陰素 可是你可以去找另外一個月季池 所以願意池叫... 叫... 那個 它是陰素花的進行 那個花跟果實跟陰素花這個是超級無敵的項目 所以以前有一個栽子 想要從那個旅美男的果實去體驗那個海洛林 那投資報酬率很低 因為它的那個成分比較少 對呀 好 這個 很多人走私這個應該很容易喔 你看那個報紙上那個 為什麼 還是要夾開一點那個陰素花的中心進來啊 你知道海關沒有即時察覺就帶進來 欸 用超好中的 因為人就是像那種波斯舉難的那種 隨便撒嵌就可以中了 所以有些人只要想要中的話 好不好 要輸的話 我已經很聰明 在外圍中一圈裡面的中間中的特定素花 看你們看不出來 假設啦 假設啦 好 碩果的話 學校有一個其實對手 做手工藝的廣泛利用 可是大家學校的學生都不敢 就是那個停車場那邊那個大花鼓 這麼大一顆裂開之後 四片五片的那個有沒有 裂開之後還是這麼大一顆 所以你只要去 像是自於撿 然後把它噴機器引起 但是很多種那種點綴壯絲的 他們很喜歡的一個材料 因為它那個已經牧絲化 但到時候非常好用 然後它那個其實就是屬於碩果 分地果我們有好的例子 赤果的話可以去找那個粗素 因為蜂香是一顆球 它本來是粗素是屬於赤果 所以可以去找這個 那這一果類的話有一個好例子 就我們以前講那個台灣的生態系的時候 不是有提到台灣的中海拔 有一個很重要的植物 就是殼、斗、殼、殼的植物 有沒有 好 然後殼、殼、殼的植物的最大特色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邊呢有一個硬殼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抖 這是松鼠很喜歡吃的堅果類的這個植物 很硬 它其實你也試過 然後就是糖、草、栗子 那吃糖、草、栗子吃到哪一個部分 是把中間整個挑出來 那糖、草、栗子呢 它底下那個洞 好 長得特別的白 好 就是這樣子 有碰過的應該都知道 如果你吃過糖、栗子 還沒有完美剝開的時候 外面那個刺刺的有沒有 很硬、很尖銳 有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是把裡面的鍋挑出來 要炒一炒 這樣子而已 那個蛋白質跟裸氧元素還不錯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好 最後173線這地方 最果實的類型留意一下 接下來 種子植物成功的地方 有兩個很重要的環節 第一個 基本上是 它要利用花粉作為散鍋的方式 那所以呢 當傳遞花粉 然後完成受粉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是像那個松鼠 就是螺子植物 用風力可以 可是風力散播 畢竟投資報酬率相對比較低 好 所以有一些植物呢 就發展出一些方法 比如說 自花授門 乾脆就不要浪費了 對不對 像豌豆的話 你用兩片花瓣 把那個瓷味熊耳乾脆隔開 跟外面隔開 所以呢 它的花粉 掉在自己的瓷味柱頭上的機率 高 就叫自花授門 對不對 你散播出去的話 投資報酬率那麼低 對不對 乾脆就自己丟著用 OK 這是自花授門的特性 那如果要易花授門的話 風力當然是很常見 像那個螺子植物 很多都是屬於風力 可是那個螺子的報酬率這麼低 所以那個貝子植物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它開花 所以它可以用花來吸收藏者 所以像昆蟲 鳥類 或者是像蝙蝠這種 可以幫助那個授門的 這個就大大提高 那個授門的成功機率了 你看 所以不要講 長豬花瓣管的過程當中 金核 金細胞 雖然只有兩顆 感覺是少了一點 可是如果能夠在這個授粉 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多花一點心思的話 事實上也可以提到它的成功率 然後人工授粉 是一般農業上的使用的技巧 所以這個就不大了 因為那個孟德爾用過頭 然後接下來 種子跟果實也是一樣 不管是種子還是果實 他們也有一些特殊的散播機制 譬如說鳳鮮花的果實應該都玩過 對不對 你知道讓它自然的乾裂 它就會把棕子彈出去 所以你可以趁著那塊要乾裂之前 手上壓一下 那就會影響那個盤狀 就能夠把棕子彈出去嘛 好 那有很多那個果實也是一樣 它就在成熟過程當中 然後水分逐漸的上失 然後乾燥 然後所以整個薄皮 就有點像盤狀一樣 然後利用那個果實的扭曲 然後把棕子給彈出 這個技巧其實還蠻常用的 所以想要變成厚 八卦菜有一個食物 後來都想要找都找不到 就是黃瓜 這麼大的瓜 不過它沒人吃 因為很難吃 但是瓜是成熟之後呢 它就一直留著 然後留到裡面那個果肉淡掉 然後留到不小心那個微生物跑進去 開始發酵 然後裡面那個果肉就發酵變成果醬 然後醞釀一股氣體 然後接下來呢 那個氣體累積到足夠壓力的時候 它就從那個肚臍那個地方 然後爆裂 然後瞬間就把那個種子彈出 也有一個很奇怪的異味 這樣子 對 這樣 好 外溢散坡的部分的話 水利散坡像椰子 像那個 我們去排生館的時候 那個前面的水池 旁邊裝的那幾顆起寒角 那個像霸展的一個果實 那個就是水利散坡 那動物散坡的歷史是很多的 比如說像滾針坊黏在你身上 對不對 比如說那個其實我們都是被利用的對象嘛 你吃水果吃的 別高興 你基本上呢 就是被植物利用的 因為你也不過是植物想要透過你幫忙 散播的一個媒介這樣子的地方 你知道嗎 當然我們也是很沒有良心 那個草莓吃下去 最後草莓是說在 那個不可能發芽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像那個木瓜也是一樣 木瓜很可憐 你看 它當初的設計多好 外面有非常那個甜美的骨肉 它只在裡面 然後只能用礁石包起來 對不對 它當年的設計是想說 動物如果吃一口不小心吃到紫 對不對 然後那個種子吃下去之後 它經過動物的消化道 把這個表面的礁石分件 剛剛好再拉出來的時候 適合發芽這樣子 沒想到呢 我們一根湯紙把它搞定 一根乖乖 對不對 那個礁石就沒有辦法去除 對不對 所以那個種子就無法發芽 這樣子 所以遇到人類都被打敗了 講完了 那 我們現在把你錢進去 可以玩嗎 好